不行 不行 自从媒体曝光了你们的关系以后 不管是意涵的公寓 还是悠悠的美甲店 两边的狗仔都比原来多了一倍 如果你们住在一起的话 能省掉很多麻烦的 不然三天两头老出事的话 大家不是都烦吗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这边没什么问题 大不了就当合租了 对 我有问题 堪弟 你知道的 我不喜欢陌生人去我家里 悠悠算陌生人吗 她现在是你马上要结婚的女朋友 如果你跟她连住在一起 都接受不了的话 那你怎么让别人相信 你们是真的在一起呢 我当初觉得这个合作 可行的前提是 彼此都不要影响到 对方的正常生活 如果要住在一起的话 我得再想想 你要是觉得不愿意的话 就算了 反正我也不是很想 跟你住在一块 怎么可能 你应该很想吧 看来这次合约是签不了了 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还款计划 能 你看一下 我一共欠了你一百万整 一会儿我会把我原本当的首付的 十八万二千付给你 这样就是八十一万八千 我正确每年还你十万 四十五入 八年还清 你觉得怎么样 悠悠 悠悠 来 现在还钱还真不是重点 咱们还是赶紧把合约签了 不是我不签 是他不签 你不用管他 我就问你 你有没有意义 我没意义 好 那签吧 行 来 什么意思 我有意义 不重要 好的 到你了 快点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两天我跟浩子还有大伟 整理的你们相知相爱的全过程 背熟 回头再有采访的话 别再疑问三不知了 我最困难的时期 是裴悠悠一直扶持着我 谁写的 我写的 哥 我们得给你一个爱上裴悠悠的礼遥 对不对 你想想 除了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的优良品格 你还能喜欢他什么 也对 来 悠悠 三天之后 我在海边举行了一场订婚宴 算是一个非正式的记者发布会 祝我们合作愉快 来 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哎 哈哈哈